中國雷星網 起立世界 我是秀員大牌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們 下午好 剛剛大家聽到的是 Jimmy所唱的《X》 非常好聽 很輕快 讓大家其實在這個星期二的下午 可以有一些愉快的心情 好 那麼一開始 我們還是來跟大家 一起來聊一聊 這個剛剛聽到其實韻芬 還有我們小玉律師 一直在講到說 最近的MeToo的一些 就是受到騷擾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剛剛其實在下了節目 廣告的時候還在聊了一下 就是說現在其實 人性不知道是為什麼 會變得這麼奇特 然後有點醜陋 為什麼 然後他做錯了事情之後 其實道歉真的是一件 不是那麼困難 只要你願意張口 願意誠心 這個社會其實都願意給你機會 但是你連道歉這件事情 都做不乾淨 做不清楚 而且還有各種的小手段 小撇步要來撇清自己 或者是說要給自己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說法跟解釋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因為真的受到傷害的人 其實他可能在一輩子心裡面上 都會有很多的陰影 所以我們有碰到現在其實 性騷擾不只是女生 男生也是同樣的有這些困擾 一旦有人碰觸你 不是你自願性的讓他碰觸 或者是有人騷擾你 我覺得你可以大聲的講出來 某些的時候 比如說是在人多的時候 或者是公開的時候 你為什麼摸我呀 或你覺得我皮膚很好嗎 你就可以這樣摸嗎等等的 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其實現在有一種的行為 那你可能很怕就是他腦羞成怒 會對你做一些什麼樣的傷害等等 所以要在第一時間還是要確保自己的安全 不過我覺得摸一下到底有什麼好呢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去傷害別人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蠻不可思議 不過自古以來都有這樣的案例 我想很多的朋友們在年輕的時候 不管是男生女生也都有過 曾經被拍拍屁股摸摸大腿這些事情 看起來雖然不嚴重 但實際上其實已經變成一種 姑息養姦的行為了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其實要勇敢的說不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些 比較療癒一點的新聞 最近大家都開始旅行了 對不對 有沒有很多的人開始飛美國 洛杉磯 舊金山 那舊金山其實最近有一個很可愛的新成員 那就是部分居民在搭飛機的時候 會有些焦慮 尤其是可能會有些幽幣恐懼 或者是覺得太長時間的這種 悶在一個同一個空間裡面 或者是他可能剛好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他的情緒會很不安 那美國洛杉磯的舊金山機場 了解了旅客的需要 聘用由各種動物所組成的 一個叫做療癒隊伍 幫助旅客來舒緩情緒 那麼今年的療癒隊裡面增加了 一個新的成員 Duke Duke不是公爵嗎 它原來是一隻流浪貓 被收編以後 家人發現它具備療癒動物的潛力 並且在受訓之後 正式成為機場的一份子 用可愛帥氣的模樣來融化 每一個旅客的心 那麼舊金山國際機場 跟當地的動物保護組織 SPCA來合作 從2013年的12月開始 然後他們就有這樣的計劃 挑選氣質溫和 而且能夠適應機場環境的動物 透過培訓成為專業的療癒動物 穿著工作背心 到處在這個航站樓裡頭 陪伴旅客 你知道有些人 其實第一個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容易暴躁或一些情緒 那他一直會 就可能在這個櫃台前面 就跟人家說 你怎麼還不開 為什麼這麼久了 然後有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櫃台開櫃的時間 可能跟表定的時間 會有一點落差 或者是說 你已經在機器門口準備要排隊 他就是不讓你進去 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會有點想發脾氣 如果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動物 他突然進入了你的眼簾的時候 你就會想 分散了第一個注意力之外 然後你會從中心心裡頭的 就想要去感受一下他的可愛 然後你就會專關注他 然後他如果再對你示好 那你就會想 這個小動物真可愛 但我現在不知道 這些療癒動物 可以安慰到什麼程度 因為以前我曾經在別的機場 有看過就比如說這個黃金 然後他就會去坐在一個 這個老婦人的身邊 然後那個老婦人看起來 就是蓋了個毯子 可能行動不太方便坐輪椅 然後他就把頭卡在他的大腿上 然後那個老婦人就覺得 好開心 好安慰 那有時候他到處走走的時候 他也讓大家來摸他的頭 或者是跟他來互動一下 他有時候喜歡誰 他就坐在他旁邊坐好久 但是現在不知道這個機場 他是不是可以讓 所有的旅客去碰觸這些小動物 我們覺得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說像是導盲犬 這就是不可以碰觸的 也不可以打擾的 某一些的觀念上面 我們其實還是要有一個尊重的守則 你可以欣賞他 可以讚美他 但是請不要動手 好 那麼另外呢 再聊一個 就是從小大家都會有看過 《哈利波特》對不對 現在這個《哈利波特》 也已經長大 拍了很多的不同系列的電影 然後整個形象 其實也做了很多的改變 是一個熱愛電影的藝術家 但是以前其實在拍《哈利波特》的時候 有一個他住的房子 就是哈利跟這個儀仗 德斯里一家住在水辣街四號 那這個讓影迷應客深刻的 這個台階底下的一個小房間 是電影中《哈利波特》的房間 而這棟房屋過去被拿來拍賣過 原屋主開這個47.5千萬 那大概就是英鎊了 千萬可能沒有這麼多 反正就是喝台幣大概1830萬 那大概是47萬多吧 那就是在這個的價格 出售這棟有三個房間和大花園的房屋 目前這個屋主買下以後 因為其實他應該當初也覺得 可能曾經看過這個片子 然後可能前屋主也介紹過 然後他應該也覺得蠻可愛的 因為他有花園嘛 然後有三個房間 現在他後悔的回不當初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從這個 他買了房子以來 就是在英國的這個 布萊克尼爾的這個水辣街四號 一直有影迷站在屋外 不停的對他們家拍照 甚至還有成年人會盛裝打扮 成這個哈利波特 也就是cosplay他的角色 然後來到他們家門口自拍 各種的狀況 他最困擾的時候 就是學校放假的時候 從早到晚都有人 他說雖然現在他已經有點習慣了 可是感覺上還是沒有什麼隱私權 有想出去弄弄院子 然後在門口整理一下環境 都覺得時時刻刻都有陌生人 所以這也是件蠻困擾的事 對吧 那聽見比較舒服一點的事好了 大家其實都非常同情 烏克蘭的戰爭 然後在這個彈火下 受到波及的這些老百姓們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比利時國家裁券表示說有一名逃離戰亂 現在居住在比利時的烏克蘭青年 最近買了瓜哥五歐元 然後就獲得了五十萬歐元的獎金 和新台幣一千六百五十萬元 那這件事情 讓這個消息大爆發 然後也有很多的朋友 特別為他開心 但是他的心思很顯然 都放在這個烏克蘭的戰爭上面 現在也很難為祖國所遭遇的這些一切 會感到高興 因為他覺得這麼多人 尤其是他心愛的所有的人 還有家裡的親戚朋友們 可能都在這裡 所以他很開心自己能夠 掛重大獎 充滿希望 但是他也希望他能做點什麼 那國家裁券就是沒有透露 這名幸運兒的身份細節 他比如說年齡大概18到24歲之間 已經在布魯塞爾住了一年 那現在這個得獎者 打算用這筆獎金來協助其他烏克蘭同胞 跟國內的重建工作 但是在做這些公益之前 他還是希望自己能夠先感謝一下 幫助他來到比利時的這些朋友 還有在他來了以後 不斷資助他的這些好鄰居好朋友們 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到了這個錢到了有被需要的人手上 它其實更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 說到這個 我們的明天的是威力財吧 5.2億 對 昨天好像看到了一下這個新聞 但是來不及去買 那明天就開獎到5.2億 如果有這個發財夢 或者是真心需要這筆錢的人 念力很重要 仔細地想一想 希望降落你家或者我家 好 待會兒我們請小芳 來跟我們聊聊日本好玩的地方 馬上回來 I like E-ling sound I like radio 春夏雷新王 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旅遊達人 也就是傑克雅娃小芳 來帶你探索神秘的日本鳥取 嗨 小芳妳好 嗨大牌 還有各位聽眾們朋友大家好 又繞了一圈了 繞了一圈 繞了好多圈 然後前一段時間除了去了南極之外 然後回來以後又去了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日本兩次這樣子 真的喔 現在真的要約你們這些達人 其實有點困難 大家都在飛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蠻好的啦 就是表示我們的這個觀光產業 其實又開始復甦了 希望有更多的客人來到我們台灣 玩耍這個好地方 那這一次你幫我們介紹的是這個鳥取縣 他的位置在哪裡啊 其實很多人不太知道鳥取縣 那最主要是其實日本有47個縣 那他鄰居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沒有進去去看他一下就對了 所以我會選這個地方 真的是他位置比較神秘 那在哪裡呢 如果這樣講好了 他是北邊有日本海 但是他的東邊是兵庫縣 兵庫縣大家如果知道什麼神戶啊 紀錄城在南部的話有岡山跟廣島 所以岡山可能現在最近台灣火航有飛岡山嗎 那廣島大家可能也有也不陌生 那這樣子一個情況大家會玩的部分 因為他沒有到現在也不算有直飛的schedule fly 那但是有直飛的包機 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在旁邊山陰山陽 所以山陰山陽大家都聽過 他們可能就在邊邊走了一圈 就沒有進去到鳥取 鳥取其實我也聽過好多次了 就是沒有自己機會有去探索一下 他的特色是什麼 就感覺上是比較淳樸的 鄉間的寧靜的 簡單來講大線城市一線城市大家都去了 那二線城市其實也不遑多讓去了很多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他比我們平常去的二線城市 還要再多了一些 應該是說再多了一些淳樸 民風的淳樸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你會感覺到不太一樣 真的很閑靜很雅致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推這些行程其實蠻好的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看這幾個福岡啊大阪啊 京都啊東京啊這些都是人山人海 因為現在大家最喜歡去這些地方 可是比較這個鄉間小路 像我前一段時間去了四國嘛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稍微偏一點也沒偏多少 反正有直飛的飛機嘛 然後你就到了以後你就發現真的很寧靜 而且也有很多的電視劇在這裡拍呀 然後各方面其實就是覺得沒有那麼多的人潮的壓迫 對我也沒有想到我自己第一次看到日本櫻花炸開的情況是在鳥曲 因為那時候剛好旅行社為了這個櫻花就有直飛的包機到鳥曲直接到鳥曲 不然大家可能要飛到岡山搭三個多小時的車程然後才能到鳥曲 那我剛好看到有這個又可以看櫻花 我就直接就直接去就對 哇塞你所到之處就是炸開炸開的櫻花 而且太不可思議不用排隊 所以我因為去看櫻花認識鳥曲 但我也很確定我到了鳥曲之後 我也發誓要再去鳥曲 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美 好那我們好好地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講說這個鳥曲的地方 它其實有一些神秘感 神秘感的意思就是說第一個是普通人不會想到要去 而且以前可能在交通的方面可能也要轉一下 或者是可能要搭某些的這個火車 對 才轉的到才能到那裡 對大家來講他們會嫌麻煩 是不是 那我想在鳥曲大家可能比方說像修緣姐知道 你可能會因為兩個卡通人物漫畫裡面的人物 就是第一個柯南 再來是鬼太郎 那事實上這跟鳥這超有名的 因為鳥曲你別看 它是日本人口最少的一個縣市 最少最少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好多沉浸多純樸的一個地方 那這兩個作者他的故鄉都在鳥曲 一個是米太郎 就是我們講鬼太郎他是在米子 柯南在鳥曲的鳥曲市中部這一塊 那簡單來說他的機場有兩個 就因為這兩個漫畫人物來命名 你說都用他們的名字 鬼太郎機場 對就是米子市是比較西邊的 那我們這次就是直接飛到米子市的鬼太郎機場 另外一個比較東邊的 就是你要取的這個沙叔的柯南機場 好好今天我要去找柯南我就到這個地方 明天我要找鬼太郎我就到米子機場 對那我記得我去到這個米子市的鬼太郎機場 因為是直飛的班機 我們是疫情編輯開放後的第一家直飛的班機 所以受到當地很熱烈的歡迎 那種感覺很不一樣 台日這種手航 所以台日友好的那個友誼 其實是在現場感受得到的 對呀我其實最近也不是也做了那個包機的手航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他噴水 有啊那一定要的啊 那很好玩耶 我就覺得兩個高水素的就直接幫他洗飛機的那種感覺 很有意思 但是在下一段的時候我們好好給大家推薦一下 最近有旅行意願的朋友也可以參考一下 中文聯繫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我們今天的旅遊達人 也就是小芳傑飛小娃帶你探索神秘的鳥曲 大家一直覺得神秘神秘到底神秘在哪裡 因為聽說有妖怪 對啊我們在飛機米子市下來大概20分鐘不到吧 就可以到一個進港市 這個進港市因為它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我一下去我們是在一個水產公司下的 就是批發市場下去 喔這麼好喔 我的天我當天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天要用午餐啦 結果我們想到我的午餐是在這個水產市場 水產市場裡面 好新鮮 就是很新鮮 而且你就看到一大坨一大坨用坨來形容 是因為它整個就這樣茂密的螃蟹 因為他們到秋冬還會有松葉蟹 所以真的 我吃蝦會過敏但吃螃蟹才會過敏 這次松葉蟹一定要吃 因為它鳥曲蟹又叫做蟹曲蟹 蟹曲的蟹就是螃蟹的蟹 所以真的我自己都已經期許自己在秋冬的時候去看楓葉 然後去吃這個松葉蟹 小日子過不錯 剛好提到這個漫畫人物的一個主角 鬼太郎 他坐著就是水木茂先生 所以在進港市這個很容易找 他就是JR的進港站 出來的八百公尺就有一個俗稱的妖怪街 因為裡面都是鬼太郎一大 還有跟他有關的那個人物 不能講人物是鬼物 總之他都會有大一百七十多座銅像在兩側 他就是一個閃測的概念 所以你走著走著 我覺得還有那種妖怪神色 很小可是很可愛 每一家店面都很可愛都很復古 那他是主要賣些什麼東西 就是紀念品跟鬼太郎有關係的 或者是有些文具店還有那種小雜貨店 我們以前的那種古早西族那種小雜貨店 甘馬店 然後這樣因為他們的房子都是一排沒有再超過幾層 所以整個走下來 再加上他們的布置 因為我剛好那時候去 我的第一眼櫻花居然在那裡看到 一個閃測他種植了很多櫻花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感覺 再配上自己對所謂鬼太郎知道的認知 我就進入這個漫畫世界裡面 然後因為他短短的 情境出現 短短的八百公尺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條是這條鬼妖怪街 是我第一個看到鳥曲的一個景點 就已經讓同心大發 而且我覺得日本人好會包裝這些東西 就不管他的其實在設計這些小物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他們的形象包裝 你都會覺得忍不住忍不住 其實你看像我們這個年紀了買什麼玩具啊 買什麼貼貼啊 但是他就會讓你受不了會下手 其實有時候在那邊喝個下午茶都跟這些鬼大娘有關係的時候 就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然後另外其實還有這種 比如說做JR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是有直飛那當然最好 如果沒有直飛的話 沒有直飛就其實基本上會在直飛到岡山 然後拉車要三個多小時才會到鳥曲市 那他沒有JR 他JR可以從其他地方再過來 像大阪啊或東京都可以再過來 那我個人真的是比較喜歡有直飛的時候搭 就搭了直飛的包機就可以直接玩 所以有可能是在秋天 秋天的時候 因為季節性嘛 像我就喜歡秋天掃風啊 吃松葉蟹還有泡奔泉 我就一次 不過現在是暑假期間 所以我想其實去日本玩的朋友應該也是蠻多的 但是這個雖然繞一點路了 但是你可以避開大批的旅客大軍 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暑假有一個日本奧奔就是那個 淤蓬蘭節 就是他們講的聖宗 這整個到處人山人海的情況 你要到底去哪裡玩 坦白講我真的蠻推薦這邊的 因為他也有祭典 夏日也有祭典 那說到夏天大家都覺得這麼熱 到底要去哪裡 那我個人就也會在夏天 會去到這個地方叫大山 因為鳥曲的大山是屬於山陰山陽最高的一座山 它的海拔1700多公尺 那以前我們會聽有大山算什麼 到底觀光客 到底有多大山 到底觀光客能到這個大山做些什麼事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大山其實在1922就被列為世界日本的第三個國家公約 所以他其實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那我覺得他四季都有不一樣的美 春夏就不用講就是夏日這樣綠意盎然的 四季分明 到了秋天就是紅葉風葉這樣子整片 那冬天他這邊還有花雪場 所以大山夏天的時候 因為他會有個開山季 六月會有個開山季 這個開山季一過的話 你就可以去預約看你是要散步 大概花1.5個小時 所以平常是不開的嗎 一定因為你做冬天是冰雪的時候 你其實根本也不行 所以他就暑假之後才開 可是開放是指他可以預約有導遊 就是有人帶你去走路有人帶你去登山 這個是一個就是等於是健行的路線 對 然後斜他走路看看山頂的 沒錯 那因為在這個一個半小時裡面 我覺得有時候去爬山 你就要看注意看你可以看些什麼 這裡面除了草坪之外我最最最推薦大家 就是一定要看到的 你一定會看到就是那個山毛菊 因為我是在太平山認識 山毛菊 可是這裡有那種餐天的山毛菊 而且非常巨大 就是整片都是很棒 再來我覺得看山爬山的時候 你一定希望有一些山人是可以讓你拍照的 然後他也有瀑布 瀑布很重要 加那個瀑布有山有水那就浪漫了 然後又有那種七百一十八年才有 就有的這個神社應該是寺廟啦 就是很悠久的大山寺 所以整個人文也好 或是他的繃景也棒 我覺得很棒 所以很適合夏天去做做森林浴啊 或是小朋友如果有去 其實可以觀察這個自然生態 那其實他也有牧場 那除了有牧場之外 他還可以露營 牧場的意思是說養牛 你就可以去牧場 觀光牧場就可以進去牧場 另外他還有一個就是在暑假 夏天的時候有露營區 你可以在那邊露營 其實露營最大一個目的就是看滿天的星空 所以大自然的景觀 可是這裡為什麼人口這麼少呢 大家都外移了嗎 應該是 這就是地理位置的關係啦 因為他都已經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地方 所以我會覺得也希望有一些回遊的青年 能夠回到鳥取啦 不然就會跟一般一樣 如果他的觀光資源真的很好的話 我想其實指日可待啦 現在主要就是因為交通的部分 可能讓大家會稍微有一點卻步 但小芳說其實在包機的時間是非常好的 然後在秋冬的季節其實也不錯 冬天你說他不開放 他有滑雪場 對 但是秋天你是可以看一些 那個比方風業 對 都是很棒的 那還有滑雪場 你就可以知道 你如果喜歡滑雪的 你來到鳥取在冬天其實是可以辦得到的 有很多人特別去日本就是為了去北海道滑雪 去哪裡去玩雪啊 因為在台灣要看到雪真的太不容易了 不過我想其實在這段期間裡面 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想騎家帶券的 其實去小朋友放假了嘛 沒有太多的地方 但是又不想人擠人 我倒覺得其實日本這些二三縣市 是蠻可以考量的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那比如說像是你打鳥取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旅行社 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包裝 然後看看 我的部落格也寫完了 小芳的部落格上面 他怎麼推薦你一些行程 因為小芳是一個非常認真跟非常仔細的人 我們每次跟他出去的時候 他的資料做得特別詳細 你那個透明的夾子 夾了滿滿的起 到現在還是這樣對不對 都在 然後都是手上寫的 所以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可以直接打劫飛亞娃的這個部落格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繼續聊一聊神秘的鳥取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雙個雷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次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悠遊達人潔飛亞娃小芳 帶你來探索神秘的鳥取 但我們剛剛在廣告的時候特別商量了一下 就是說 到底是如果沒有包機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怎麼走 所以有些朋友喜歡開車 其實可以租車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 其實你們不太知道這個路線怎麼走 可以請旅行社直接幫你安排 轉一下嘛 或者搭的JR的幹線就可以 那我們來聊一下 其實在鳥取這個地方七八月的時候 你這小芳剛剛好幫大家做了很多功課 其實這個地方的節慶也很多 自然景觀也很多 溫泉也很多 對啊 我覺得泡溫泉是去日本 不管哪一個季節都要做的事情 那鳥取的溫泉也是赫赫有名 那在鳥取的溫泉裡面 大家可能對溫泉來講 如果很有名的什麼油馬溫泉 就是那種黃金溫泉 或者是泰酸清納泉美蘭湯之類 可是這裡的溫泉其實它會分三大類 那我自己去的是湖上的溫泉 就是東香湖 東香湖是山陰八景之一 這個東香湖很不一樣的是 它在鳥取的湯陵冰丁這個部分 它是混有海水跟淡水的湖泊 然後這個湖的形狀就像一隻白鶴 我沒有辦法用文字去形容說 我進入這個湖的時候我的感覺 那你可以從高點看的時候 它就是一隻鶴 因為你知道那整片的房屋都是低的 我根本坐在車上 我一整天這樣看的時候 我是回到我們的溫泉飯店 往上看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樣潑光淋淋有夠美的美 尤其是早上 因為它會有霧氣 在它溫泉 上面浮一層水氣對不對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當初覺得 湖上溫泉海上溫泉 我們都了解 好像台灣也有 就是海底冒出來溫泉 可是湖底怎麼會有溫泉 然後去查了一下 也問了一下當地的朋友 才曉得原來這是海水跟淡水交匯的一個湖泊 然後有一個撞擊力就看出來 其實這個溫泉1931年就發現了 可是人們他們那時候想去泡的時候啊 他是滑船滑過去然後去泡很好玩 滑回來也一身汗再泡一下 可是現在我們太好了 我們是有這種溫泉度假村讓我們住 然後走這個站道就可以泡這個湖上的溫泉 那湖上的溫泉也是分男湯女湯 而且會交換 那其中在上面 因為他的溫泉是從湖底打上來的嘛 所以就是直接的一個溫泉 然後你就會在那邊有那種露天的 那就叫慢慢看的湖景 那我們所有的房間都是湖景 所以呢我就是一天照三餐去泡 晚上也要泡 我先硬之後 難怪自己皮膚好好啊 然後我晨跑完我還是要泡 所以我覺得那裡的溫泉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沒有泡過湖中溫泉 然後我覺得水質也很好 很棒 我說真話有沒有什麼任何的療效我不敢講 因為不可能這樣做 可是問題是當我的確是覺得很泡完之後 我真的是通體舒暢 而且我覺得日本人很有意思 就是男湯女湯每次掛個簾子 第二天你再走進去說 掛不對錯了 然後他們去交換 其實這個是有個陰陽協調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交換是好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湖上溫泉 男生跟女生交換才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 去的時候看到不一樣的景色 因為他一個高一個低 一個上一個下 所以我覺得有交換是好的 男生在下女生在上吧 那也有調過來的時候 對齁 像那個從上往下看比較清楚 像我下午去泡是泡上面的 然後隔天早上去泡的時候是下面的 所以我看到景色是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就是讓大家其實有一個不一樣的景觀享受 但是反正泡溫泉是很多台灣朋友的喜歡 就專程泡個溫泉也不錯 三餐泡就撈本了 我先偷偷問一下 你要取向這種二三縣市是不是比東京大阪這些地方的物價要便宜一些 我自己有比過 例如我在去就剛講的那個鬼太郎的那個閃射 那個妖怪街旁邊 他當然沒有像我們講的一些城市有這麼多可以shopping的地方 可是有 那你去買的時候我去看東西真的沒有比較貴 但是我發現東西比較齊全 就像你在大城市裡面你可能看到很多東西其實沒有貨 但是其實他在二線城市可能有貨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看到東西 因為琳瑯滿目好像也沒缺啥的時候 就一直放一直放 就一直拿一直拿 所以我覺得OK 再加上我覺得所有的 現在日幣便宜了 馬上要調了 大家趕快去囤一點 然後我覺得當地的人真的感覺是特別的親切 我覺得沒有受到就是大量的觀光客的這些影響的朋友 其實真的是比較好客一點 因為他們就不會變得麻木或者是不耐煩 那有些大城市的地方你真的會覺得 而且大家都會說中文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個地方有點怪 對阿 所以我們是用簡單的日文 甚至你可以用手機有些Google的翻譯機或什麼其他都OK 像我們的WiFi機有翻譯機的功能 另外的部分就是其實也不太需要講 就是點一點畫一畫 像我現在要買什麼東西 我都是Google鳥取必買 然後他就會列出來鳥取必買 然後你就看參考你要買什麼 Google什麼藥裝必買 尤其是半熟禮 像那種半熟禮大家都知道 像我們喜歡吃日本的梨子 大家知道梨子產量最多其實就在鳥取 真的假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我去東香湖的這個丁 它本身就有一個20世紀梨子館紀念館 這個梨子紀念館它桿這樣開就表示當地梨子是盛產的 所以它進去你就會讓你知道 整個鳥取的梨子是怎麼樣的生產 怎麼樣的維護怎麼樣的冰凍起來 現場還可以吃三種梨子 它梨子的確有盛產的時間 我們去的時候雖然沒有 所以它可以去採果樂 在它的時間盛產時間你是可以去採這個梨子的 而且我覺得在日本吃水果真的吃到超爽 為什麼因為人家日本人的觀念就是好東西留給自己的國民 自等一點的再往外銷嘛 那我們不是把好的都賣出去了 所以我會在那邊買梨子之後去回飯店吃 那每天都要吃一大顆 對我上次吃那個哈密瓜 我媽呀真的甜到一個極致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怎麼有那麼好吃的哈密瓜 那個真的一定要你少吃就是虧啦 就那天是有四顆哈密瓜 我們八個人吃實在吃不完 每個人他可以發大半顆對不對 很奢侈浪費 但其實真的那個我們常常講說水果是台灣的好 但是日本真的也不錯 當然 而且人家還有很多很細緻的這些品類 改良品種 對 其實鳥取也蠻國際觀的 大家知道有些國際的景點 那著鳥取是看得到的 國際的景點比如說是哪些啊 沙丘 其實我這樣講是因為我上次去獨拜沖殺 我看到一整片沙 可是我沒想到我在鳥取是 我居然也可以看到沙丘 喜歡那個華沙的朋友這邊也可以 然後有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 小朋友沒有太多機會 你會接觸到這些比較新奇的事物 不妨在寒暑的時候帶來玩一玩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華雷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潔飛亞娃帶來的神秘的鳥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其實不妨跟著他的部落格上去看一看 你應該怎麼樣規劃你的行程 小芳這次去幾天 五天四個晚上 夠嗎 好像不太夠 但是基本上過重點還都有到 那就是短行程 就是可以讓大家週末的時候 再請一天假就可以了 如果有廉價時間就剛剛好 再深度一點就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因為五天回來還有工作 所以不可能去台區 我記得我上次滑沙是在 摩路哥埃及 我覺得那個滑起來很過癮 那這個滑沙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在沙丘部分 我在之前要去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它怎麼行程 因為它有個slogan 十萬年的行程 千年的累積 我就不懂十萬行程跟千年累積 到底有何的不同 我一去看它的過程 哇實在是太不簡單了 它是山脈的花岡岩 然後經過強年的風化還有海石之後才變沙石 所以花岡岩變沙石 鐵齒磨成真的概念 你說花岡變沙石 然後大雨一直沖刷 它就流到那個千代川 千代川它又被帶回了這個日本海的出海口 那已經到出海口了 再被這個千年累積就來了 再被它推到那個沙灘 慢慢堆積出來的沙丘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過程已經 所以原來是河裡面的魚沙 然後往上衝 就衝成了一片沙丘 就在這個海灘上 看過去一片就有點像沙漠的感覺 是 但是你知道沙漠 因為我也去其他沙漠 對一望無際 那這個鳥取式東西 等於你去移動到這個地方它不困難 你知道它在這個沙丘會館對面 你就直接走那個棧板上去 就是這一片沙丘 這片沙丘它其實你說大不大 說小其實也不太小 因為它東西16公里 但南北2公里整個高低的落差 大概有92公尺 那我們會有幾個必拍的地點 就是你一定要拍到那些水瓦區 還有馬背 馬背就是它大概高四十幾公尺 這個馬背趴起來 因為你再往後走就會是看到海岸線了 所以它這個整個你去看過 等於一個小沙山 對 因為我一進去我先看到駱駝 真的搞了搞個駱駝過來喔 它沒空離我因為它很熱 它有上班時間 我本來要去騎的 它有上班時間 我就先趕快去看我的景點 去拍我的腳 那右邊就是那些滑沙 它會有個排隊的 應該說有固定的區域讓你做滑沙的這個動作 那事實上除了這個還有這個滑沙 滑翔傘 這個滑翔傘你都可以當到當地的旅遊服中心 滑翔翼這樣飄下來 所以我雖然沒有去飄這個滑翔翼 可是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在空中去看到這一片 整個從萬年到千年才累積出來的沙丘 我會覺得很感動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動靜皆宜 如果你只是想感受一下沙丘 對像我們 如果你想動一點 那另外沙會跟應該說美術館是有關 因為它附近有個美術館 你進去美術館 它就是把這個沙 可是這個沙不是沙丘挖出來沙 是道路他們去挖這個道路它被棄掉的這個沙 然後去做成沙雕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大家去看的 就廢棄物處理的時候 就把剩下的沙拿過來 對然後沙丘對面又有一個味鹽屋 它親自設計的咖啡廳 就是沙丘的概念 然後你會覺得這整串連下來 其實在那邊你已經覺得 不是只是一個沙一個世界的想法 光是這個就可以拍半天一天 這蠻好的景點 可以也可以 因為對面的會館還可以吃還可以買 所以整個下來 我覺得整個家庭去老少嫌疑 你可以待真的不少時間 但其實小芳是屬於運動型的 因為他自己每天早上起來晨跑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這種年紀的 就慢慢去走走看看 然後漂亮風你最重要吃好吃 所以你剛剛說這個楓葉蟹 沒有楓葉蟹的季節也沒關係 還有各種蟹 鳥取的河牛也是好吃的呀 然後我覺得鳥取有很多地方 就是地方性的食材 那我比較推廣這種地方性的食材 是因為我們講的 在地 碳排放量少 也是慢食的一個概念 那最主要的話 像我這次去吃了比較多的海鮮 那河牛有吃到 但是像我們在溫泉的度假村裡面 去吃的就是河牛 還有河牛咖哩 我早餐就吃河牛咖哩 真的太享福了吧 不過我覺得日本人也超愛吃海鮮 所以他們的海鮮處理的也非常好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聊一下那個巨大的圓頂花房 就是花茴廊 對這個花茴廊特別要講 他一直在鳥取 那鳥取的一個 這個地方其實說實在 因為他在西邊一些些 那我們為什麼特別去 剛好也是櫻花 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這個花園 因為他這個跟荷蘭有結尾姐妹園 所以他有好幾區 那有幾個重點一定要看 第一個就是這個長廊 他叫展望回廊 他是一個圓周狀 所以你可以走走走回圓點就對了 因為他離地 那我一開始他有原油車 所以你要不想走 你可以去坐沒問題 他蠻大的時間 然後呢 我記得是50公頃對50公頃 那我就上這個離地30公尺的這個回廊 去慢慢走慢慢走 他都會有設定一些 比方說蘭花館 還是什麼就這樣慢慢看 其中因為有當地的學生 自己設計成的那個長椅子 他會一個一個這樣放 哪些學生 哪些學校的學生去做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從這個回廊 慢慢你想下面你看到什麼事 想立刻去跟花禁忌接觸的 你就下去就好了 直接走下去就可以 我就直接走下去 所以我走到一個地方 其實那時候我是看到山木 筆直的山木 我喜歡看那種參天大樹就對了 我就先去拍了照 因為很快我就被那一片花田給吸引住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叫花枝丘 其實有點像拼布花田的概念 然後這整個裡面 因為他是以大山為背景 那時候去真的是百花齊放就對了 春天的時候 可是他其他的季節也都有 應該也都有啦 因為他就是花了非常多久 還有很多是溫室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中講到一個溫室 就是他的中心點叫做圓頂花坊 那這個圓頂花坊也是高21米 那最主要的一個是 它是椰子樹這種熱帶跟雅熱帶的植物 那裡面呢 它是有分兩層用斜坡來接著一二層 因為你慢慢走慢慢走 就好像接近樹一樣 所以是讓你深入這個樹裡面 有點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漫步在森林裡面 只是把它縮小了 然後又是在這個圓頂 所以那個回 我個人認為是這個圓頂設計上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感覺上其實是像一個迴轉的那個懸廊這樣 我們的時間用到了 但是可以讓所有的朋友上網去看一下 傑菲亞娃的這個部落格 同時呢也可以比較一下各家的這個旅行社 他們其實有一些鳥取的行程 可能各自不同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你如果有心想去的話 你看看交通最方便的部分 然後選一個好的時節 其實到哪裡都不會人幾人 這是最舒服的 謝謝曉芳 謝謝秀文姐 感恩你的分享